館老師 台北的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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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 現在我們人在東京的西布亞 然後我們今天叫來做一個小小的挑戰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其實平常不太會穿衣服 然後他的 不愧,我沒夠 然後他這次來東京呢 只帶了一套衣服來替換 一套,ok一套 今天我們一個 所以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要把對方打造成我們心目中對方應該要長的樣子 你是不是覺得很尷尬啊 對 那我們就開始吧 上 是要試試嗎? 不是 完全回復 你最喜歡的粉色 你怎麼在日本呢? 我喜歡的粉色 我們今天的購物挑戰正式的受到挑戰 難嗎? 難 超難 現在只有我買到了一件他的褲子 我今天頭髮真的是很美麗 好 現在找一個要穿衣服 OK 我不要管你了 我要去樓上挑我的 掰掰 我已經快要挑完了 Ian 還在糾結走 等一下 我要做的 我不知道 我是不會給任何的意見的 Ian 請加油好嗎? 這是今天嗎? 好 我們回到Airbnb 然後呢 我們今天戰利品呢 就是 沒錯 這麼一大袋 那我們剪刀手部 輸的人要先去換 好不好 剪刀 石頭 布 好 我們先講一下今天的心得好了 你對於你今天挑的 outfit 感想是什麼? 呃 是跟我剛開始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但是 有特色 我覺得我今天幫你搭配的是一個 就是你平常不會穿錢 但是我一直覺得你很適合走這樣的路線 期待嗎? 蛤? 什麼路線 那就從你的開始 第一個呢 Urban Research 是一件寬褲 哇 哇 khaki 這樣子的褲子 然後它下面是做比較寬版一點的 然後呢 因為這種有些我看到那個店員還蠻帥的 然後他穿這件很好看 所以我就想說 蛤? 哪一個天理員 然後呢 另外我還買的 另外我覺得EAN他平常穿的就是 比較是Hoodies啊 或者比較寬鬆的衣服 所以 喔 你拆掉了 所以我幫他買了一件 就是比較日系簡約縫這樣子的 條紋的衣服 這是在一家二手古著店叫Bingo買的 然後你看他這邊 就是有這種就是 拼接感住的 就是微微 拼接 很文靜的感覺 所以 最後一件呢 這是這個 最後一件呢 是從這個 買的 一件 長版的外套 哇 是立耶 興趣 好 那準備去換囉 OK 你現在要在我前面脫是嗎? 好害羞喔 好的 這個EAN穿出來的樣子到底是怎麼樣呢? 我們現在揭曉 登登 哇 啊 我真的沒有穿過這樣的衣服 所以 我覺得你很適合穿寬褲 其實 我來講一下我的靈感來源好了 我就一直想把EAN打造成一種 就是在街頭的日系風 因為他平常都穿著 skinny jeans 不然就是運動風 然後我就 你知道在日本街頭 就很多那種穿很baggy的衣服跟褲子 如果之後再加一個B 你應該會更可愛 你就是看到那一個幫你結帳的人 然後就買他穿的衣服是不是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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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從我的靈感就是跑出來的 那個人穿的外套也是這個樣子 今天的話 十分裡面你會給幾分? 這個? 嗯 這一套 十分好了 你那麼用功 你那麼用功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EAN幫我買了什麼衣服 其實 好難喔 他今天挑了有夠久 你今天至少挑了三四個小時 對 我的問題是我那時候有一個idea 我已經想好我要做什麼了 你的個性比較像straight forward 內衣要穿比較像solid color的感覺 內衣 裡面的衣服 下衣 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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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你的個性也有一點像crazy 有很多特色 所以我想說要有一個比較fluffy的cardigan的東西 但是cardigan要比較有特色 比如說很多顏色啊 線啊 圈圈啊 像一些abstract的一些art 在這個cardigan上面 Anyways 這什麼都沒有找到 先從褲子 這個褲子 我煩了好久 結果這件褲子開始 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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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sibility striped pants it can be dressed up or dressed down 然後再來 有一個 blouse 下一件是 synphia的個性 有一個外套 你們覺得這像我嗎 這是我的個性嗎 Hello Hello Respect Hello It's Cynthia Wiii 好 那就換衣服囉 我們現在來歡迎 synphia 好 出來 哇 你看這個還可以這樣 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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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synphia的個性 有嗎有嗎 I'm very happy with this 那這個outfit 十分要給幾分呢 我覺得 嗯 九點五分 OK Good job 那零天五分跑到哪裡去 零天五分就是我們永遠都有進步的空間 哈哈哈哈哈哈 希望大家有喜歡這次的一個小小的特別企劃 我們倆今天真的是跑了一整天 有沒有很累 那時候很累但後來超好玩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請給我一個thumbs up 然後呢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不要再幫 不要走 我好像什麼 我好像是我的衣服 我的衣服很高 跟大家update一下 現在的一眼部分都已經買好了 所以 他還在 Anyway 我找到她衣服 我把衣服都開到所有的可能性 很厲害